這個有關於網路交易跟安全的部分 簡單的 但是你可以稍微留下 注意到這東西你沒有做到的 好有沒有 首先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說 你如果面對比較不走的企業卡 商務企業 也許你可以稍微簡單 稍微利用網路稍微查一下 看看這家公司到這個接通板 就會讓你覺得不算OK的 那再來就是說 你可以找上看這個網站 它是有交易信賴的安全標章 你們可能從網上有注意過嗎 有沒有 他有一個 有嗎 我們上次有提到嗎 沒有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 不過因為這個標章其實不普遍 而且絕大多數都是 你要對你再找一個方便申請 所以比較麻煩 好比較麻煩 所以大部分比較少 但是有一個要注意的是 你說網子在裡面把陣接就很重要 有些人會拖 所以指揮關鍵去人 他就指揮把 可是有沒有聽過釣魚網上 網上也不釣魚 對啊 而且都是院子上工 一個人甘心拍好 啊很像啊 很像還蠻像的 就開始把這樣畫密碼 對不對 對 延期短股都有 那我可以啦 這樣嗎 好 那所以說其實如果你是重要的網上 比如像是銀行的啊 還是說那個就是沒有 就是金融交易的 你還是去把他抓到我的 這樣會比較安全 以防亂移啦 因為有些說你不可能打錯了 誒剛好掛出來 所以你又看起來又像 那就打進去 好這個都有 好 那再來 就是說 呃 你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 要將防堵軟體 這是一定要的 防堵軟體是要用啦 所以最簡單的一句話 科技有一個 通常大家沒有做的就是後面這一個 不管你現在哪一種做的地方 他就都會有一個 update 是嗎 有一個真心 念了都不敢用 有些人都不敢用 你已經有心了 你已經有大防 對吧 那所以說他會怕 他確實也是這樣子吧 因為他有些時候 訓練的時候 就不小心 就會告訴你 哇 他已經 你已經 全民造反的最好者 他會告訴你 那怎麼辦 你也整個忙過啊 這個這樣你就要把那個需要同意去 不然要破解一次啊 再多同罪 其實他只是想告訴你 我會抓到一個大防的其中間 好那所以 你如果不理他 那可能就是 他每次都會抓那個訊息 或者一段訊息就不能用 但是 比較重要的是 還是建議對照顧真心 你價不價還 好 你畢竟有的時候 是有比較重大的熱帶嘛 那你沒有真心 那你 重 講的機會就比較大 好 那再來呢 還有一個就是說 這個東西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過 就是你的密碼 的長度問題 你自己想想 你平常常睡的密碼 全部都跟你 是有相關的 就是你的 出生的啊 還是生政的啊 這個 這些都是比較容易被當作密碼來用的嘛 那所以 這個呢 你最好的方式就是英文數字 如果可以加上配置符號 然後混合一下 因為他有分泡詳細 那這樣子的話 就比較不容易被入侵 或者是被猜中 我們來猜中 因為你也知道 很多人的密碼 進行卡 D11 網上的 那種數據都是比較容易的問題 所以你們如果 那個像銀行的 會留級的 你還能金融卡就 是不是至少要溜回去 以前是世衛部啊 因為他比較容易撞 但是你最後的數據 哪一個還是不太夠啊 所以你最好再加上英文 或者是社稅不太好 再加上你加上 還再來有一點 也是大家比較沒有在用的 就是這個啦 他們連密碼戴著 不需要我跟對嘛 所以 在港銘的資料 只要想辦法 真正的 可能最六道都有機會撞 有沒有 所以說如果說你沒有定期 跟港的話 我建議 有一點你幾年 換一架 比較安全 不要說永遠都不換 所以那個概念是不重要的 重要的就像現在網路銀行的 他都要說你 一年要放回去 我用那個嚴霸的他就很會玩 所以 可能這次也要注意一下 這樣會比較安全 好多的大家 靠什麼樣 那麼你是要看到這個 交易安全評券 就是這樣對方 對方 你說你沒有看過嗎 有 你如果去那個雅富有沒有 你看我是夠不相信 只是你們平常沒有在看那裡而已 還把他拉到最下面 請問有看到嗎 有沒有看到這裡 但是因為這個是 這幾個叫台北市才有 如果你公司不在那邊 那就不滿正確 因為那是 康律裝備的 好 所以這個這樣就 比較麻煩了 所以 電影就不可能 特別自己做 剛剛那邊 好 好 那麼 至於他們這個就比較沒關係 好